这个阶段的宝宝喜欢触摸不同质感的玩具 虽然他仍未懂得说话 但在日常生活中跟他玩游戏也是一个沟通的好机会 跟宝宝沟通时最重要是有来有往 不要只有你单方面说 要给宝宝回应的机会 首先要跟宝宝面对面 让他看着你 你可以用夸张的表情和较高的语调逗他 每次跟宝宝说话后要稍等一下 留意宝宝的表情和语音 如果他有兴趣回应你 你就要猜一下他想说什么 然后模仿他 当宝宝表现烦躁 你就要转换另一个位置让他休息一下 当他心情平静了 你又可以继续跟他说话和逗他玩了 这样连续的逗宝宝玩 直到他没有兴趣为止 每次亲子沟通的过程虽然短 但只要从小多跟宝宝玩游戏 你就可以从中多了解一些宝宝 从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